来我们再看第二个 控股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计量 开始吧正式进入这个环节了 讲了合并的类型也方式也说了 现在开始正式的讲 控股合并背景下 长期股权投资在同一控制背景 非同一控制背景下的两种背景下的初始计量 我们先来看同一控制 上题 2019年的1月15号 甲公司以账面原价150 累计摊销20 减值准备4 公允价200的一块地皮作为对价 从同一集团的饼的手里面 拿到已公司60%的股份 这是典型的一个集团的控股合并 土地使用权的增值税率为9% 合并当天已公司账面净资产120 当天甲公司资本公积溢价节余为10 盈余公积节余5 甲乙的会计年度政策是相同的 不存在什么口径不一致的问题 问怎么办 在这儿呢我们再次重温一下前面讲的 同一控制的合并特点 同一控制不是买卖 不是交易 没有交易损益 它是简单的资产负债的账面的再组合 表现在这个题上 这个甲 乙和饼 都是一夹子 甲拿什么换呢 拿块地皮 从谁那换呢 从饼那换什么换乙的百分之几 60% 从集团的角度来看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资产负债的账面再组合 OK 你告诉我 他换出的那个代价 地皮的代价 账面多少 账面代价 账面 账面 原价150 累计摊销20 摊语价130 准备14 他那个账面价是126 他有增值税吗 有 增值税是9% 他的报税价是200的公允吧 200的9%应该是2918 好 这是那个价外税 账面口径加上价外税构成所谓的账面代价 账面代价 这个账面代价是多少 126 加上18 是144 你拿到乙的多少股份呢 60% 乙的账面净私产多少 账面净私产是120 120的60% 也就是说 被合并方的账面净私产 我拿的份额是多少 账面净私产的份额 账面净私产的份额 是120的百分之几十 60 等于多少 72 你看我的账面代价是144 我拿到的账面净私产的份额是72 中间有多少缺口 还成好 又是72 这72能做交易损益吗 不能做交易损益 从哪里面去消化 从假的净私产里面去消化 具体来说 看着我啊 冲谁 先冲资本攻击一架十 这第一个冲的 第二个冲 留存收益里面的盈余攻击五 这样的话呢 你72减个10 再减个5 你的位分减的是57 搞定 我们这样说的话呢 你为什么感觉 再来看分路吧 你仔细听 它是同控的什么原则 叫资产负债账面再组合 也就是说呢 我拿我的账 跟你的给我的那个账面净私产份额 去对这个差额从我的投资方的 所有的权利里面去消化它 不能做交易损益 比方说我拿到的长头 是对方的60%的账面净私产份额 那就是72 借长期股钱投资72 我拿什么去换呢 无形私产看 原价150 累计贪销20 准备4 再来一遍 账面价多少 150 减去24 这个账面价是126 它的销项税是18 把销项税加上是144的账面代价 144的账面代价 与72的长头去对比 差72 72的话从哪里面去抹 先抹资本攻击1加10 再抹赢于攻击5 最后抹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57 哎 这仨加起来正好等于72 来 完整的念一遍 借长期股钱投资72 借资本攻击10 赢于攻击5 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57 累计摊销20 无形私产减值准备4 带无形私产 150带应交税费 销项税18 就这么来 就愣怼 愣怼 这个做法的话呢 你先看一眼就知道 它这里面的门到在哪了 它强调的就是 你就是资产负债的账面赛组合 因此呢 我拿到的长头 是用你的账面净私产的60% 直接成 到底认定 而我付出的代价 也是账面代价 这俩账几的一块 调整它的净私产 就这么个思路 反正没损益 没损益 OK 走 再来一个 有了一个底 第二个就快了 看这个 这次拿什么换呢 用一个账面余额800 存货 这家准备100 供应价1000的商品存货去换 从同一个集团丁的手里面 拿到以70%的股份 商品的增值税率 为13% 消费税率为5% 以公司账面净私产是800 假公司资本公鸡 溢价结余70 盈余公鸡结余50 我们用刚才那个数 我再给你推一遍 你先说那个长投入多少钱 找 账面净私产几百 800 乘百分之几十 70 78 560 走 这就这么来的 长期股权投资入账是560 借长期股权投资560一个数 你拿什么换的 商品 商品的余额是多少 800 准备是多少 100 账面是多少 700 账面700 走 这这这这这 就他俩 看 账面价700 他的肖像税是130 消费税是50 这个怎么来的呢 你看这个商品的供应价多少 1000呢 他的增值税率为13% 那就是增值是130 消费税5% 那就是50 130跟50 他俩打个包 账面代价是多少 账面代价 700加上130加50是多少 等于880 880的账面代价 与刚才的560的长头货账 去几下 差多少 差320 320的话呢 看先抹谁 资本攻击溢价 这第一个 第二个抹谁 盈于攻击50 第三个抹谁 未分利润200 这这这仨打包 跟他是一样的 会了吧 跟刚才那个思路是一回事 完整的再念一遍 街坊长期股权投资560 街坊资本攻击70 街坊盈于攻击50 街坊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200 街坊存货 跌价准备100 代坊库存商品800 代坊应交税费 应交赠税 销线税额130 代坊应交税费 应交消费税50 就是账面和账面怼的一块 那个差额在净资产里面去消化的 再来一测 看看这个 这次拿设备换一次 甲公司用设备换他的 母公司控制的 已到80%的股份 设备的原价为700 累计则就200 准备30 等会儿账面价算一下 账面价700减200减30 账面价470 它的供应价是800 它的销线税是13% 800的13%是多少 104 那它的账面代价是574 它拿到对方多少净资产 80% 账面净资产总共多少 600 嗯 对吧 600 600的80%是480 账面代价比它高出多少 高出94 94在哪消化 先消化资本攻击 资本攻击 资本攻击50 这第一个消化的 第二个消化的是 赢于攻击20 还差多少 还差24 充未分利润就可以 齐了 看它处理 首先长期股前投资 用对方的账面价 资产600x80% 直接倒推480 但是你得先做 固定资产清理的 第一个导账 借方固定私产清理470 只是账面口径 借方累计折就200 借方固定私产减 只准备30 代方固定私产700 搞定一个 然后呢 长投480 借记 看哪 挡着 别动 别动 哎这个 他俩加起来 这不账面代价吗 574账面代价 和480碰他一下 480 574 减去480 差了个94 先抹谁 资本攻击 抹 盈余攻击 抹 未分利润 抹 搞定 借长期股价投资 480 借方资本攻击50 借方盈攻击20 借方未分利润24 代方固定私产清理400 其代方肖项税104 拿下 我们还有一种情况 刚才是三一让非信金私产换 无形私产换了一次 还有谁 存货换了一次 还有谁 固定私产换了一次 还有一种情况呢 是 我替他背债 这个也算是一种合并的对价方式 比方说 饼持有乙80% 你告诉我 假想拿到乙的80% 有几个手段可想 要么给饼公司银行存款 要么是给饼公司递皮 要么给饼公司存货 要么给饼公司生产设备 这些都可以 但是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饼公司背了一笔债 欠M100万 然后呢 饼公司说了 你别给我钱了 你别给我东西了 你把这个债 你给我产了就行 走 产了 就是替他还卖 然后把这个股份给他 这叫替他背债 来拿到股份的这种 所谓的控股合并 这种情况下 那假公司账怎么做呢 假公司应该是借长头 贷应付账款 借长头 长头谁啊 对乙的呗 贷应付账款对谁呢 对M的 而这里面的饼 则是一身轻松 啥也没了 这种情况偶尔有 我们待会有个题啊 先知道大概意思 来 上一个具体数据 假公司 带他的母公司还债 来拿到乙的90% 也是个同意集团的 完成了控制 这个欠谁的钱呢 欠钉的钱 这个是 欠多少 450 以的账面净私账是600 600的90% 69540 走 借长期股钱投资 540 贷应付账款 我欠人家450 这叫背过来债 这不借长投贷应付吗 刚才就说的这个 我们只是拿它 再去拿个数据 验证一下 这个时候中间出现一个什么差 前面咱举的那仨题啊 都是账面代价比长投高 然后呢 先抹资本攻击一架 再抹赢攻击 再抹未分 这个是反着的 你没发现吗 这借方比贷方大 那就直接贷资本攻击一架就可以 同样道理 前面如果是存货固定啊 无形啊 它换的时候出现了 借方长投比你的账面代价高 怎么办呢 也是这样子 带资本攻击一架就可以 来再念一遍 借方长期股钱投资540 用对方账面净资产道己认定 贷方应付账款 这是我替他背的债450 同时怼出一个资本攻击的股本一架就是 那么翻过来说 如果应付的账面比长投要高呢 那就应该像刚才那样 充资本攻击 充延运攻击 充贵分利润 OK 总结一下理论 合并方以支付现金 请注意 他这所说的现金是广义的概念 一般是指的银行存款 转账非现金 刚才说的三个嘛 存货啊 固定啊 无形啊 这不都非现金吗 承担债务就是替对方背债 刚才你也看了 拿他作为合并对价的 应当在合并当天 按照背合并方 所有者权益 在最终控制方合并报表中的账面价的份额 作为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成本 这块有一个超长的句子 会把你憋死 怎么说的呢 在最终控制方合并报表中的账面价的份 这是干嘛呢 这是 什么叫最终控制方合并报表中账面净私产的那个份额 这句话呢 你先大概知道一下 我们待会有题 就是从最终母公司角度 认定你这个公司的账面净私产 拿他的账面净私产乘以持股比例 倒推出我方长头的入账 我们刚才那些题都是告诉你 背合并方账面净私产 没有特别强调什么站在最终控制方角度 我待会给你专门针对站在最终控制方角度的一个题 你去看一看 他想说什么 总之呢 要用对方的账面净私产乘持股比例 倒推长期股权投资入账 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成本 与你让出去的现金 让出去的非现金 承担债务的账面代价 啥叫账面代价 你像非现金那个账面价 加上他的价内价外税 构成账面代价 之间的差额 调整资本公积 这里面所说到的资本公积 指的是资本一价或股本一价 然后呢如果你是充资本公积一价的话 不够充的应该充留存收益 这个充的时候呢有一个说法 说这个盈余公积和未分利率应该按照1比9的比例来充 但是你看我们刚才充的话呢 都是先把盈余公积干光了 再去充未分 没有按照1比9来充 这个呢按理说得按1比9充 但实际上操作是往往没有那么严谨 你就记着先把盈余公积充完了 再充未分就行了 来看看它的一般分路 街坊长期股权投资 是用合并当天最终控制方认可的 被合并方的账面净资产呈持股比例倒推 然后贷方是转让资产代偿负债的账面价值 贷方应交税费应交生殖税的肖下税或消费税 这个有消费税的也就是存货 有别的一般也没有 这个构成所谓的账面代价 账面代价与长期股权投资的入账口径之间的差额 调整谁啊 先冲资本攻击一价 再冲盈余公积 再冲未分利润 这么一个顺序 但是也可能会出现你借方的长投比你的账面代价要大 那怎么办呢 直接带资本攻击资本或股本一价就可以 那次上课呢 有同学问了个问题 我觉得非常的好玩 他不知道怎么回答 他说如果贷方资本攻击不够贷怎么办 资本攻击不够贷 他为什么提这个问题 这一看的就是底子稍微薄一点 资本攻击没有不够贷的 我就告诉他踏踏实实的 我保证他肯定够贷 知道他的意思就行 没有说不够贷的 开玩笑了 来 这里面的关键集中在长投入账 以及你刚才的账面代价 与长投入账之间的差额的调整顺序 调整的科目 这点是关键的掌握点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甲乙丙三家公司一个集团 并持有以60%的股份 甲公司定向增发600万股 作为对价从丙这儿拿到以60%的股份完成控制 发行股份的单股供应价10块 支付给券商的发行费8万 以公司最终控制方角度的账面净私产是1300 这啥意思 记得这是我们要求重点把控的一个合并方式 叫换股合并 在这儿我把这个过程再给你展现一遍 看题版 丙持有以60% 甲怎么拿到以的60% 你现在想想有几种招数可想 甲想拿到以的60% 手段多了 给丙公司钱 也好存款 给丙公司存货 给丙公司固定私产 给丙公司无形私产 给丙公司背债 那都可以 还有一招 就是向丙公司定向增发他的自己格的股票 发行股份 像刚才说了 发行股份600万股 我们知道发股份的话呢 你丙公司得拿钱去买 对不 但是甲公司说了 我不要你的钱 我要你持有的以公司股份 走给他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甲公司的账怎么做呢 甲公司拿到的是以的股份 借的是长期股权投资 然后呢 因为他是发股票换的 带股本 带资本公积 股本一价 这是甲的处理 那你告诉我 丙公司怎么办呢 丙公司原来是持有以的股份 现在变成了持有甲的股份 相当于是一个长头 换成另外一个长头 我们甲定对甲的也是长头啊 这个呢 咱们先把这个数先走一遍吧 因为他是一个集团的 好 长头是对方账面净资产的60% 借长期股权投资 1300的60%是780 然后我发行股份 带的是股本 怼的溢价 这是到底的资本公积 股本一价180 这发行费是怎么回事 这个问题呢 我得给你稍微的展开一下 看题板 我们先说一个普通的发股票的一般账 你知道发股票的话呢 他得经过券商去操作嘛 你不可能说在门口摆个套资本卖 这不行 比方说我这次发的股票是10万股 看这个 10万股的话呢 它是单股面值1块 股本就是10万块钱 然后一股卖10块钱 最终拿到的是100万 借银行存款100万 带股本时 带资本公积 股本一价为90 这是发股票的一般账 但是发股票得让券商帮你干活 券商得拿一份叫发行费 比方说发行费11万 这发行费按理说得单给 借资本公积 股本一价 带银行存款11 但是在实践中 它往往是合二为一操作的 看一般是这样做的 就是这股票不是卖了100吗 带股本时 带资本公积 股本一价不是90吗 OK 发行费对吧 发行费11 从里面直接扣了 为什么从里面直接扣呢 因为你券商的话呢 它是先拿到100的这个发行价 它直接从里面 把自个该挣的这11就扣下来 打到你账上的只有89 也就是说你根本看不到100 知道吗 你看到的就是89 借银行存款净发行价89 带股本时 带资本公积 股本一价 本来应该是90的 充了个一价11 变成79 会了吧 应该是这样做的 拆开做的话呢 应该这样做 拆开做应该这样做 那我们刚才那个题 为什么要把它单做一个 借资本公积 带银行存款的一个发行费呢 是因为刚才那个题 你没拿到钱 知道不 你刚才拿的是长头 你刚才换的不是 它那个长头吗 借长期股权投资 带股本 带资本公积吗 因此的话呢 你这个发行费 它想扣它没法扣 就只能你得单给它 所以说得单写 借资本公积 股本一家 带银行存款 懂了吧 这就是为什么要单给 因为你想扣 你扣不来嘛 你这拿的是长头 你不是银行存款 来再多一遍 在刚才的换股合并的操作中 长期股权投资 因为是同一集团的嘛 用对方的账面净资产 最终控的方角度的 成持股比例倒推长头 带一方的股本600 这个180到几的 带资本公积 一价一百八 发行费 借资本公积 带银行存款 单充一价 如果这个一价不够充 怎么办呢 不够充啊 那就借银行公积 借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 是那样子的 OK 我们稍微的 把它整理成文字 合并方以发行股票 作为对价的 应当在合并当天 按照备合并方 账面净资产中 数投资方的份额 作为长期股权投资的 初始成本 按照发行股份的面值 代际股本 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成本 与发行股份面值之间的 差额 一般在带方 怼到资本公积的 股本一价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听着啊 说股本比这个长头要高 你告诉我怎么办 股本要是比长头要高的话呢 应该是先借资本公积 股本一价 不够充的充留存收益 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他要调资本公积 一般在带方调 但也可能会出现反调 充减资本公积一价 不够充的充留存收益 一般分路 借长期股权投资 合并当天最终控制方认可的 被投资方账面净资产 呈持股比例倒推 带方的股本或失收资本 有什么区别呢 这个叫股份值有限资论公司 这个叫有限资论公司 这是他的资本的面值 然后怼资本公积的资本一价 或股本一价 那么长头的成本 如果比股份面值大 挤得带方 反过来说 如果资本额比长头高的话呢 应该是先借资本公积 资本公积一价不够充 再去借盈于公积和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 这个叫换股合并 为啥叫换股合并呢 来来来 我把这个动画图再走一遍 他这是换股 你看他给他增发股份 然后吸纳他当他的老板 他是不是就拿到了假的股份了 然后呢 他就拿到了同时已的股份 这不就换股了吗 来再看一遍 假向饼并增股份 吸纳饼变成他的股份的持有人 就股东呗 饼的话呢 拿他的乙公司股份给他换 那么饼最终的结果是持有假的股份 他换出去的是乙的股份 要不怎么叫换股吗 假通过这个操作完成换股合并 这叫换股合并的手段 对 这叫换股合并 他这个词啊 我给你强调一下 他叫换股合并 这个呢 我们再强调一下 分路已经说过了 哎 对了 还有一个事 你刚才的这个换股合并出现个发行费怎么办 借资本攻击股本溢价 代银行存款 如果资本攻击的股本溢价不够充的 应该借记盈于攻击 借记利润分配 尾分配利润 这里面的关键问题是 长期股权投资挂账 以及资本攻击的溢价推算 来 还有一个 合并直接费和证券发行费的处理 合并直接费是什么意思 看这 同一控制下的企合并中 只要发生合并 都会有什么注册会计师在场 为啥呢 你得做注册会计师的报表见证 注册会计师是一个最高端的会计资格 你今年考完中级啊 就把这个注快也考了 我呢 也叫注快 我负责把你送上CPA的舞台 注册会计师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职业 他在事务所上班 收审计费 就是在那 这个报告是合格的 他就给你一万块钱 多好 见证费 审计费 法律 法律服务费 律师 律师费 再往下评估 评估师 咨询就咨询师 在这的话呢 这些都是专业的 这算什么 专业的技术人员 或者叫专业的专业人 专家级的这种级别 那么他在合并中有各司其职 注册会计师负费 的审计报告的 见证 然后律师负的一些法律手续的办妥 评估师负的这个合并方被合并方资产的一个评估认定 然后咨询师负的出主意 这些人都要收费的 收的这个费的话呢 叫什么 叫管理费 也叫合并直接费 做管理费 你记得同控和非同控都会出现 审计费 咨询费 评估费 和律师费 在这的话呢 他们的处理思路是一样的 都列管理费 那股票发行费呢 刚才你看的那个换股合并 股票发行费 充减资本攻击 股本溢价不够充的充留存收益 刚才说过好多遍了 有没有债券发行费 有 债券发行费是怎么个意思 就是我为了完成合并 我向被合并方的原来的股东 定向发行公司债券 他认购债券的方式 就是用他持有的 被合并方的股份来认购 这是另外一种合并对价方式 有点像定向增发股票的 类似的性质 发债券 发债券的话呢 这个债券发行费 是直接借应付债券 利息调整 代计银行存款 其结果会充溢溢价 追折价 来个题 来个题 等等啊 别动 看这个题 发债券这个事没讲过 看一个题 假公司发行公司债券 作为对价 从母公司这儿拿到 以百分之九十 也就是说 他向母公司发债券 母公司认购 他的债券方式 不用给钱 是将母公司持有的 以公司股份去换 在这种情况下 债券的面值为五百 利率为百分之六的年息 每年复息到期还本 假公司另行支付 发行费两万 以公司账面净私产是六百 按照同控的标准 六百的百分之九十是五百四 借长期股权投资五百四 贷应付债券面值五百 我们把剩下的差额挤到利息调整 就可以 贷应付债券利息调整四十 发行费单给的话呢 是借应付债券利息调整 贷应付债券利息调整 贷应付债券 贷应付债券 贷应付债券二就可以 这个呢 我得稍微的再给你强化一下 因为公司债券的发行 一般账是怎么做的 咱们对比一下 来看这 你比方说公司债券正常发行 怎么发 这样发 这个债券的话呢 面值一百 发行价一百三 发债券就是借钱嘛 借银行送款一百三 贷应付债券面值一百 然后他们那个溢价 贷应付债券利息调整三十 但是发债券跟发股票一样 都得让券商帮你干这活 人家也有一个发行费的问题 发行费如果是八万块钱 要单写的话呢 得借应付债券利息调整八 带银行送款八 但在实践操作中是合二为一的 借银行送款 直接拿一百三减八 打到你账上的是一百二十二 带应付债券面值一百 那么他这个溢价利息调整 是三十减八 导出的二十二 就充溢价嘛 充溢价 折价的话呢 就追折价了 在这呢 我们刚才这个题 拿的不是钱 看 你拿的是长头哎 所以说呢 这个发行费得担走 表现的账上就是借应付债券利息调整 带银行送款 看到的就这样 那么他的最终后果是 充减债券的溢价 如果是折价的话呢 将会追加折价 来 再读一遍 看看这句话 债券发行费 充减应付债券利息调整 带银行存款 他的结果是充减溢价 追加折价 这三个费用 注意啊 无论同控非同控 做法都这样做 我再重复一遍 合并直接费 就是审计费 资讯费 评估费 走哪 走管理费 股票发行费 借资本公鸡 股本溢价 不够充的充减留存收益 债券发行费 则是借应付债券利息调整 带银行存款 其后果是充减溢价 追加折价 那么这三种做法 无论同一控制 还是非同一控制 都是这么做的 虽然我们在这儿 是在讲同控 非同控也是这样写的 OK 这是刚才的那个债券的案例 看个题 M公司定向增发股片 拿到同一集团N持有的 F80%的股份 完成控制 M的定增200万股里面 每股面值1块 公允价10块 发行费20 审计费12 审计费 这叫合并直接费 这个走管理费 发行费 这个得单充资本公鸡的 股本溢价 最终控制方角度的 对方账面净 生产是700 你占80%是78 560 那肯定是借长头560 借的长头560 然后你的股票面值是多少 代方的股本是多少面值 200 那这样的话呢 资本公鸡溢价 应该怼多少出来 应该怼360 那发行费怎么办呢 发行费单写 借资本公鸡 借资本公鸡 资本公鸡多少 20的发行费 代银行存款 那他这个溢价最后是多少 这俩最后是340 不就问这个吗 首先是同控 换股合并 没错 长头挂账560 也对着呢 发行费用 审计费 都走发行当期的管理费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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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走管理费 这个是走资本公鸡的 股本溢价充减 这个合并造成的资本公鸡 代鸡是360吗 No 他这少了一个20 应该是340 最后 这个造成的 所值权益增加540吗 哎 你看刚才这个分路 200 股本对吧 资本公鸡是340 最后是540吗 造成所值权益增加540 这个对着呢 这么说的话 AB和E是对的 看完整的分路 借方长期股签投资560 代方股本200 代方资本公鸡 股本溢价360 发行费 借资本公鸡 股本溢价20 代银行存款20 审计费时借管理费用12 代银行存款12 最后ABE 来咱们再复习上 ABE 看见没有 直接造成所值权益增加 直接造成所值权益增加 就说这俩的 看 这个 这个 再减这个 这个是会间接造成所值权益减少 它不是直接 所以说呢 就没有把它放进去 OK 再来一个题 同控的观点 谁是对的 合并方的评估咨询费 走当期管理费 没错 与发行债务工具作为对价 直接相关的发行费 应当记录债务工具的初始确认 这说的是那个应付债券 我们刚才写过应付债券的 一般会计处理 你会发现 它那个发行费最终的后果 是直接冲减溢价 或追加折价 构成应付债券的初始计价 与发行股票相关 作为对价 直接的一些发行费 这个是走当期损益吗 股票发行费 是冲减资本攻击的股本一价 合并成本 与对价的账面之间的差 做其他综合收益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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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本和对价的账面 之间的差 是调整资本攻击 盈印攻击和未分 这么说的话呢 A和B是对的 C和D是不对的 OK 下面我们进入这个环节最难啃的一个骨头 就是这个 被合并方的账面性死产应当考量如下因素来锁定 第一个 被合并方与合并方 如果你们俩的会计政策 会计口径期间不一致 那怎么办 记者 如果不一致的话 应当首先 按照合并方的政策期间 对被合并方的资产负债口径进行修正 在这个基础上 测算出被合并方的账面净死产 然后再去推出长投入账 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 你拿到被合并方的那个净死产的份额 必须有一个前提保证 就是你和他的会计政策口径 会计时间口径又保持一致 不然的话 你俩数据没法比 他万一要不一致怎么办 你得把被合并方的政策期间 调整到你合并方的标准下 然后在这个前提下 得出被合并方的账面净死产 然后再称吃乎比例 推倒长投入账 这个道理的话很好理解 但显然的话 这是一个账外修正 什么叫账外修正 你比方说 你拿到B公司80%的股份 统一控制的 不是说B公司以后 政策期间 一定要和你这个合并方保持一致 只是为了要这个数 临时保持一致 是账外保持一致 不是说被合并方 必须被你合并之后 政策期间跟你保持一致 不是的 你平常该咋咋咋 我只要你目前 假设你跟我一致 你应该是多少账美金私产 听懂没有 是临时账外统一 不是说从此之后 被合并方的政策期间 一定要和合并方保持一致 不是那意思 最恶心的是这个 就是刚才说的 什么叫最终控制方 说被合并方的账面性私产 是指的被合并方 账面性私产 相对于最终控制方而言的 这是在说什么呢 说的通俗一些 就是我们要的 被合并方的账面性私产 必须从最终控制方 母公司角度思考 得出的那个结论 难道他的思考 口径和你账上登的 净私产不一样吗 我告诉你 很可能不一样 来看这个简单的案例 贾丙 什么关系呢 贾跟丙 没有关联分关系 他俩原来不认识 丙拿着 以的80%的股份 贾想办 以的80%买下来 给多少钱呢 给了 1000万的银行存款 广义的现金1000万 买他80% 你告诉我 这是什么情况 这是非同控啊 你看我刚才说了 贾丙没有关联分关系 并持有仪的80% 贾给了他1000万 就把这个仪的80%买下来 这不是非同控的了 非同意控制的控股合并 搞定 走 过去 非同控的 非同控的 花了1000万是吧 然后这个仪被买的一个瞬间 他的账面净私产是700 公允可辨认净私产是900 等会儿 啥叫可辨认 前面咱们讲过无形私产 可辨认就是 不算商誉的 净私产 公允的是900 你出了1000 你等着 我给你算一下 你出了1000是吧 你出了1000 你拿到对方的 公允可辨认净私产的份额是多少 900的80%是720 那你多掏多少钱呢 你多掏了280 多掏的钱是什么 商誉的报价 咱以前讲过这个商誉的报价 商誉的报价怎么报 就是你去买它 你出的价钱 跟它在被买的瞬间 那个公允可辨净私产的份额的 那个差 就是合并成本 你的合并代价 跟对方被买的 那个瞬间的公允可辨净私产的份额 那个差额 一般就是花的多嘛 那个差额就叫商誉 就像刚才你出了1000万 对方的公允可辨认私产 属于你的份额是900的80% 720啊 多掏 还等会儿多掏多少 多掏280 多掏的这个钱是买它的商誉 商誉是不如这样的 所以说呢 多出这个钱是买商誉付出的代价 当然也可能是因为其他的 没有登上的私产造成的 我们一般认为就是商誉 那你说它的总商誉是多少 你看你你这次买的是80%对吧 80%对的商誉是280 那么总商誉呢 就是280除以80是350 如果把这商誉350放进去 加上900说明它的被吃掉的瞬间的公允净私产 包括商誉的是1250 公允净私产1250 包括350的商誉 这才是真正它的价值 然后呢 它不是进展集团了吗 好 这一年下来净利300 这个净利300是用它的账面资产 账面负债推出的账面净利 而我从买它那天的公允口径 推出的净利是3007 那显然我假公司认的是这个口径 我不认的300 分红分多少 这个分红40 这个也40 分红的话呢 这无所谓认不认 那分多少认多少吗 最终这个乙的年底 或者叫20年初 这不一年下来吗 它19年初被奸掉的 20年初的账面净私产是960 怎么来的呢 700加300减40吗 这个呢 这个的话呢 如果按照假公司认可的口径 你应当在20年初 19年底的净私产是多少 得用1250起头 加上我认可的净利 370减去40 算出的净私产是1580 然后在这个背景下 比方说假的另外一家子公司 假的另外一家子公司 从假的手里面 把这个倚再买了 你可注意啊 咱们第一次买倚的话呢 是从非关联方那买的 那非同控 对吧 你现在的话呢 隔了一年 说你的另外一家子公司 从你假的手里面 把倚再买到手 这不同控了吗 那么在同控的背景下 我们刚才说了 同控背景下得用 对方的账面净私产 乘持股比例倒推 我就问你 你用哪个账面净私产 是用账上凳的960 还是用假公司认可的1580 当然用1580了 这就叫最终控制方认可的 账面净私产 因为假公司 当初我买你的时候 是真金白银买的 我只认你起点时的 公允净私产 1250 我不认你账上登的700 你说你净利300 我假不认 我只认我 按照我买的你那天的 公允口径 推啊推啊推 推出一个净利300期 这是我认的 捋出来之后 我假公司认可的 20年初 你的净私产 应该是1580 而不是你账上登的960 在这的话呢 应该用它推 知道不 我给你转个文字 咱们再来一点 看这 假公司19年初 从非管理方 秉这买了以80% 就刚才那个提的文字版 花了多少 1000万 对方的账面净私产700 我不认 这是你账上登的 我肯定不认 我自己重新估一下 你的公允可变 净私产是900 所以说我花多了 多少 280呀 你看你占80% 900的80%是720 多套280 商欲 商欲的话呢 那个总商欲是多少 等于350 如果把商欲放进去 再和公允可变 净私产900 打个包 那么就公允净私产 就是150了呗 2019年 他实现了账面净利 319年初的公允 推出来的净利是370 我肯定认这个 我肯定认这个 认这个嘛 然后分红40 这个都认 在这种情况下 到了第二年年初 另外一家子公司 丁从他这拿到 以的80% 这个时候得用哪个算 得用这个 1580乘80% 按多少钱算 1580的80% 应该是1264 按这个入长头 就这个呗 1264 来走一遍 你的账面净私产 700起头 净利300分红40 算出960 我是不认的 因为这是你 你公司账上登的 我指认假公司认可的口径 假公司认可 你进产集团 是1250进来的 怎么来的呢 看 这是你的公允 可变境私产 后边这一度 是你的商誉 350 1000减900的80% 是我买下你80% 的商誉 再除以80% 总比商誉 这不是900的 可变境私产的公允 加350的商誉的报价 最后的话 是1250的整体 净私产价 其实1250可以怎么算呢 特简单 你看你花了1000是吧 然后呢 你买了80% 那么总体报价 你拿1000除以80% 可以瞬间算出1250 一样的 推导的路径不同而已 经过甲公司认可的 净利是300期 分红40 修正后的年底的 净私产应该是1580 这就叫最终控制方 认可的净私产 我这个时候 再出现同控的合并 我得拿他乘80% 算长头是1264 会了吧 如果说呢 兵只拿到乙的70% 还有10% 在甲那拿着呢 没有全拿过来 那怎么办 这个时候记得 把商誉要全接过来 看 商誉要全接过来 看这句话 虽然没有取得80% 但是商誉要全部接过来 不存在 只拿70%的情况 也就是说 对方甲拿到的商誉 是280的部分 对不对 你的子公司 从你的手里面 拿到的是70%的 已公司股份 那么这个商誉 要全盘接过来 不是只接7% 知道了吧 这个商誉 就不要再参与 成70%的测算了 而这个1230 就是它不算商誉的 供应净私产 看 900起步 加370 减40 算到这儿 就是不算商誉的净私产 乘70%的份额 然后加上我们的整体商誉 280 接过来是1141的长头成本 这块有点绕 我再重复一遍 仔细听了 如果丁从甲里面 拿到的是 已的70%的股份 它本身不是80%拿过来的吗 但是我这次只拿7%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记得 那个商誉 要全盘接过来 而不是只接受 7% 表现的测算上 这个商誉 要单算 280 知道不 然后这个1230 乘以70% 是不算商誉的净私产 假公司认可的是1230 也就是假公司认可的 以的可变 净私产的年底的额度 乘70% 加上280的整体的 假当初拿到的商誉的 一个全盘接转 得出我们这个长头是1141 有点绕 但是你自己体会上 这是一个难度啊 难度 具体来说呢 就是最终控制方角度的 以公司账面的可辨认 不算商誉的净私产 乘70% 加上我们最终 母公司整体的商誉的一个转移 就整体上母公司当初 拿的不是80%的 这个280的商誉吗 全部接过来 因为这个商誉要全部接手过来 而不是只接手7% 这是他一个比较难的特点 来再把这句话走一遍 备合并方的账面净私产 是指的备合并方的所有的权益 站在谁的角度思考 站在最终母公司角度思考 认定的可径 这题会考吗 我告诉你会计师一般不会考 这么难 但是呢 21年的会计师整个那个出题难度 已经开始翻天覆地了 21年很多考生对会计师的试卷 已经感到非常的惊诧 觉得这个换人换得太过分了 好像原来出注快那帮人 跑到了会计师来出题 21年的会计师的卷子 极其像注快的味道 这种题注快最喜欢出了 你可要认真听啊 认真练这个点 总之一句话 我们同一控制下的长期股前投资 要基于备合并方账面净死产 呈持股比例倒推 那么备合并方的账面净死产 必须是站在最终控制方角度 认可的口径 刚才你也看了 之所以出现这种问题 是因为这个当初的这个子公司啊 是从非关联方这买的 他进散集团的话呢 是按照我的真金白银的公允报价进的 而不是他账面灯的净死产进的 所以说呢 你现在在出现同控的一个合并 你必须得从根上刨 当初进咱们集团的公允的净死产 推啊推啊推 推出最终控制方认可的那个净死产 是挺绕的 但是在这呢 我觉得这个题基本说清了 来个题 请看这道单选题 甲公司19年7月1号 从母公司这拿到以60%的股份完成控制 当天以公司个别报表的账面净死产是3200 这个股份呢是丁 母公司是丁啊 从17年6月份当初买下来的非同控背景 当时的话呢 确定的是800万的商誉 也就说呢 这种事只会发生在 这个子公司是从非关联方曾经被买过来 才会出现所谓的最终控制方口径 那你7月1号这天 按照丁取得该股份时 以公司可变净死产的口径 推出来的以公司可变净死产的份额是4800 也是最终控制方式4800 其他的审计咨询费120 左管理费 这个不用管他 长头是多少钱呢 你拿4800算不就完了吗 4800乘百分之几十 60 商誉全盘结果来多少 商誉多少 商誉800 这么算就可以 4800 乘百分之六十 加上800 等于3680 3680 算D就对了 看 不算商誉的可变境死产 乘百分之六十 加上商誉全盘结果来 3680 这个的话呢 商誉单独加 是可以的 单独加是可以的 单独加的话也是最保险的 因为他万一要是拿到的55%呢 这个800也是全盘结果来 而不是只接受一部分 他最终完成的目标就是要 站在最终控制方 推出一个最终控制方认可的那个账面境死产去推去 在这的话呢 要注意体会这个环节特别麻烦 特别麻烦 OK再来 来再看第三个 如果备合并方本身要编制合并报表 备合并方的账面境死产应该基于其合并报表口径来推 我们简单的给你展示一下啥意思 比方说甲公司同控背景拿到乙公司70%的股份 完成控股合并 这个乙公司同时是丁的母公司 它持有丁80%的股份 那么请问甲公司的长头入账的时候 是根据乙的那个账面境死产成70%倒推对吧 这个时候的话呢 应该是哪个口径的账面境死产呢 应该是乙和丁编好了合并报表之后的那个账面境死产 成70%推假的长头 贵了吧 读这句话 如果备合并方本身要编制合并报表 备合并方的账面境死产应该站在他编好的合并报表口径来推 这个呢 一般也就考考理论 知道就行 如果备合并方在合并这一天的账面境死产是负数呢 那就按零来算 这个大家有一个认知 一般来讲不可能出现负长头 也可能他这个买卖一直不太好 结果合并之后的账面境死产是负的 那你负数乘60%或70%的持有的话呢 长头也写负数吗 不可以 写零就可以 这个大家知道特殊情况怎么定就行 来看个考题 甲乙是丙的子公司 丙是甲乙的母公司 18年的初 花了7000万买了乙60%通控 另外支付100的话呢 是合并直接费 拿到乙的控制权 账面境死产最终控制方角度的 是多少 9000是吧 9000的60%是5400啊 那直接写5400不就行了吗 差头成本 C 没错 讲完了通控 马上对比讲解 非同控 非同控和同控 原则明显的是不一样的 同控认为 它是一个集团的内部的资产负债的 再组合 没有交易的发声 谈不上公平 公允的交易价 非同控认为 你和它是不认识的 你是真金白银去买它 因此这个报价是公平的 要是用非现金去换 一定有非现金的转让损益 在我不认识 这个аний上没有 受估认为 三 mood 无认